譬如簡單地說 Facebook 你很相信宇宙的 你完全無視它上個季度的風險因素 這一刻就吃光了 所以你拿著Facebook 你問我可以怎樣算 就沒有了 你看你信不信 你信不就繼續捱 我就不信了 即是我們不會炒股不炒 炒股現在美股是有這些狀況在這裏 但是強大如好像Google、Amazon Amazon 或者Hermiconsoft 、Apple 這些 是會叫做穩陣的 所以美股上現階段會第一方面 會預朗得很厲害 第二方面還是業績期的 出了業績那些好一點 大致上分了勝負 沒有那麼朗 但是還未出業績那些 預料還是會大上大落的狀況 在圖表幫不了 你圖表上特別未出業績前的圖表 好像Snap 跌兩成 什麼位都穿了 業績突然間首季有盈利賺的時候 可以升到60% 所以第一方面 這一刻你拿著個別美股上面 看你對值股份有什麼看法 我們沒有太多Gentle的意見 因為太多股份蓋不到 但是你說短線美股一定是難炒了 所以看看自己想要什麼 我們就說你想繼續投機 短線美股很好玩 大上大落那樣 但是你說貨幣政策方面 CPI 那些一定要看的 好像在飛龍數據上面 大家都關注 但其實飛龍數據 不只是一面倒里好 只不過市場之前說 看得太 negative 之前說看上星期三 ADP出來的時候 看完ADP之後 市場有些聲音說 飛龍可能都有負增長 即是有即位流失的狀況 但其實如果你看失業率 是在升上去 所以不可以說完全高分 完全沒有負面影響在 但第一方面不要再想FatPort 聯儲局不會特別去托市 而相反聯儲局發生什麼事 就是物價在不斷失控 所以導致他們逼著要加息 就是簡單一點 做回兩年前應該要做的事情